喷洒彩色粉末 我的一身花花绿绿 在欧美日本半户外狂欢 总少不了这种 有颜色的玉米粉 起源于美国 最初是让穿白衬衫的参加者 在跑五公里的路途中 不断被撒上粉末 增加活动的趣味性 但谁也没想到 同样的彩粉在台湾使用 去引发空前大灾难 NHK请来学者 剖析粉尘爆炸 专家表示当时天候干燥 空气中粉尘密度也很高 火花一旦被引到粉末上 就引起连锁性延烧 事发时 28个喷射装置 对着参加者喷洒彩色粉末 等于五池里所有的人 全被笼罩在大量的易燃物之中 照明灯光的热 或者香烟的火星 都有可能将粉尘弥漫的现场 化为一片火海 日本专家建议 包括释放彩粉的量 甚至彩粉本身的材质 都必须要规范 才能防范 类似意外在发生 记者五线长报道